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仅23岁的王俊凯究竟犯了什么事了 这些传闻是确有其事 还是只是弄虚坐下 虚晃一枪 这段时间王俊凯旅传黑料的背后 他究竟动了谁的蛋糕 也许令王俊凯本人都一想不到的是 他之所以会在2023年开年就翻车 不是因为唱功太烂 反而是因为唱功太好 原来在2023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节目现场 王俊凯为观众演绎了三首歌曲 在演唱《万里征途》这首歌时 王俊凯单手吊着威亚从天而降 尽管单手支撑着整个身体的重量 但这似乎并没影响到王俊凯的发挥 他品文有力的歌唱气息 磁性迷人的声音 还是让在场的粉丝朋友们尖叫不已 接着在演唱《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时 王俊凯的表现更是夺目 尽管现场条件有限 可王俊凯的音准却非常完美 堪比是行走的CD机 事后B站有UP主直接用技术手段 分析了宽联演唱会上各位歌手的音准 结果却发现 王俊凯的音准要远远吊打其他实力派歌手 即使是顶级歌手 在烙现场也很难将歌曲演绎得这么完美 由此便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人 关于王俊凯假唱的揣测 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很快这件事就在网络上炸开了锅 而最先被点着的 莫过于看不惯哥哥被人抹黑的王俊凯粉丝 他们给这位B站UP主 发去了彩排和现场饭拍的视频 想要为王俊凯平息假唱风波 可后来该UP主再次经过分析对比后 还是坚持认为王俊凯在江苏卫视直播录像里的音频 可能经过后期加工 所以粉丝们的饭拍并不能证明什么 反而还有点越描越黑了的意味 作为一位人气歌手 如果在节目现场假唱 那代表着这个歌手没有什么职业道德 因此有不少粉丝 为了替王俊凯澄清 特意跑去私信了江苏快年演唱会的视觉导演 结果导演直接被王俊凯辟谣 直到知情权威人士发声后 这件事情才暂时告一段落 事情曝光后 有不少网友都开始心疼启王俊凯 虽说是男团出道 但多年来兢兢业业 苦练唱功的他 也不至于走上假唱的道路 唱得好被置以为假唱 唱得不好又说是没实力 着实是让人两难 如果说假唱事件只是个开头 那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就朝着莫名其妙的方向发展了 不久后又有网友质疑 王俊凯的民族造假 其一是在两份不同的判决书中 一份写着王俊凯的民族是汉族 可另一份却写着王俊凯的民族是满族 有不少网友怀疑 王俊凯更改自己的民族 是为了能获得更好的资源 岂不说王俊凯是否更换过个人的民族身份 就关于他更换民族 是为了获得好资源这一说法 就明显带着很强的揣测意图 什么东西一旦跟利益扯上了关系 就变得很不简单了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里 其实都还只能算是小事 可接下来在网络上流传的 两个关于王俊凯的恋情瓜 就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其实早在很久前 网络上就有关于 王俊凯和其女经纪人 杨柳疑似恋爱的消息传出 在很多照片和视频里 都能看到经纪人杨柳 与王俊凯关系匪浅 俩人有过不少亲密的肢体接触 举止间也看得出 俩人的默契度十足 甚至坊间还有知情人士称 王俊凯对杨柳有特殊照顾 当其他人员只能坐经纪舱的时候 王俊凯去安排杨柳和自己 生舱坐在一起 更传出王俊凯曾一晚 豪至八千元 为杨柳订下宝格丽酒店的事情 随着传闻愈演愈烈 也有不少网友 去申巴王俊凯的一些社交平台 没想到居然真的发现到了 一些蛛丝马迹 有网友发现了 疑似王俊凯和杨柳的 王者荣耀情侣ID 但这似乎还不能证明什么 又有网友发现 王俊凯曾经在综艺节目 恰好是少年上 透露过自己养了两只猫 后来王俊凯家的猫咪照片 也被人火速扒出 但令人意外的是 这只猫的照片 曾经被杨柳用来当作 个人微博绿周浩的头像 这就有点玩味了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王俊凯与经纪人杨柳的瓜 还算小 不久后 王俊凯的另一个恋情瓜 那才叫做重磅 近日 有一个网友在网上 曝光了一则录音 里面是王俊凯的粉丝 和经纪人的对话 里面经纪人语气暧昧地提到 王俊凯与女星杨幂 似乎有特殊的关系 而且他直言 自己并不介意 密解跟王俊凯的一些事 这则录音曝光后 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王俊凯 为什么会和杨幂扯上关系 为什么这位经纪人会说 自己不介意杨幂和王俊凯的一些事 具体又是什么事呢 而这个录音 为什么又会泄露到网上 这则录音的真实性有多大 事实上 王俊凯比杨幂小了13岁 看上去也就是妥妥的姐弟啊 很难想象 这两人之间 能发生什么超乎合作伙伴的事情 而且每年两人过生日时 他们都会给对方护送生日祝福 并且语气看上去也很有礼貌 完全没让人感觉有什么猫腻 综合种种情况来看 王俊凯这次应该是摊上事了 自从2023年开始就风波不断 甚至还有传闻称 因为最近王俊凯的桃色风波 他与王源一样迁徙的春门舞台被毙掉了 该爆料人也以人头担保 看上去好像这个瓜饱熟的样子 而根据后续的跟进可以发现 今年TFBOYS三人确实没有出现在春晚后台 到如今这个节骨眼还没有进行彩排的话 那看来TFBOYS今年要登上春晚也不可能 不过令人唏嘘的是 王俊凯目前的桃色新闻还尚未有定论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原因就毙掉节目的话 王俊凯和其他两位队友着实有些冤了 但在一众的惋惜声中也出现了不少理智的声音 比如最近王俊凯的黑料频出 就有人怀疑与王俊凯不久后将与原公司解约有关 而如果要说起时代风俊与王俊凯的恩怨情仇 那还得从头讲起 1999年王俊凯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母亲则是一名理发师 时代风俊起初只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由于目睹了文娱产业的迅速崛起 公司领导人决定转型为一家文化传媒公司 并打算挑选一些练习生培养 2010年11岁的王俊凯被时代风俊所相中 成功入选为练习生 但由于公司没有成熟的练习生管理机制 加上练习生活枯燥乏味 有不少练习生都坚持不下去 只剩王俊凯一人走到了最后 最后又加入了王源和易阳迁徙两人 王俊凯作为核心骨干自然成为了队长 可令时代风俊所没想到的是 这个由三个小男孩组成的团队 居然有朝一日能火遍大江南北 坐拥各个年龄阶段的粉丝群体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孵化出TFBOYS这一火爆的男子组合后 时代风俊也因此水涨船高 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不久后 时代风俊便更换了股东和运营理念 而在公司里一直关照王俊凯的制作人黄瑞 便因与公司理念不合而出走了 自从黄瑞出走后 王俊凯便经常受到公司的打击 早在2016年 旧王俊凯的粉丝 发现王俊凯疑似遭到了公司的排挤 在那年的生日会上 同样是TFBOYS的队员 王俊凯的生日会场地狭小 话筒吊漆 看上去很是落魄和寒酸 而另外两位队员的生日会 则盛大隆重 处处都透露着公司对他们的偏爱 2019年 王俊凯的歌曲《新盈力》 在抖音的播放量突破了1亿 可令人不解的是 时代风俊却悄咪咪地下架了这首火爆的歌曲 还撤回了版权 让全网1亿多的播放量一夜蒸发 这件事引起了不少王俊凯粉丝的不满 他们联合进行抗议 最终时代风俊无奈之下 才放出了一个18秒的小片段 最终终于给了粉丝们一个交代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不过只是敷衍交差 但玩味的是 本次歌曲下架只针对王俊凯一人 而其他两位队友的歌曲 则仍高挂在抖音上 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虽然经常受到公司的打压 但身为队长 王俊凯却没少奶过这个团 很多人都知道 王俊凯的偶像是周杰伦 后来王俊凯经过自己的努力 有幸和周杰伦所相识 并发展成为了忘年交 周杰伦曾亲口承诺 要写歌给王俊凯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在几个月后 交出了《剩下的剩下》这首歌 可这首本该给王俊凯 个人演唱的歌曲 最后也变成了 天父贝斯共同演唱的团歌 王俊凯凭一己之力 再次助力了整个团 可就算王俊凯身为队长 兢兢业业 时代风俊也并没有维护过 他的权益 据悉 当天父贝斯开演唱会的时候 王俊凯的灯牌 常常会被把恩所收走 而把恩也坦言 自己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是受人教唆 如果收走王俊凯的灯牌 他们会得到相应的报酬 后来 粉丝们将该事 反映给了时代风俊 可公司却选择稀释宁人 并未做出什么调查 或者制止的行为 而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不止一次 后来有一次演唱会结束后 王俊凯因为一些私人原因 较晚离开会场 可没想到 司机压根没有等他上车 直接就把车开走了 只剩下王俊凯在风中凌乱 2021年 王俊凯遭遇了一位 女性高管的骚扰 他多次在凌晨拨打电话 影响王俊凯的正常作息 在骚扰无果后 甚至还扬言 要让王俊凯 见识资本的力量 在这位女性放出狠话后不久 网络上便涌现出 许多关于王俊凯的黑料 而这些黑料 大多都是捕风捉影的 但意图都很明显 就是为了故意抹黑和造谣王俊凯 煽动网络节奏 而在整个事件中 公司都未曾出面 替王俊凯摆平过风波 这才让王俊凯的粉丝们 为了辟谣 简直跑断了腿 纷纷埋怨公司的不作为 与此同时 有不少人都在感叹 王俊凯为资本付出了所有 最后却沦为资本弃子 实在是有点可惜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何尝不是王俊凯的一种选择 他不甘心被资本包装成 如出一辙的皮毛偶像 而是决心走实力演员和歌手的道路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王俊凯的努力 终有一天也会被人所看到